由北马华人演艺人工会举办的大会演 从2015年至今 已经连续举办了5年 那昨天晚上上百名艺人携聚一堂 演艺多首筷子人口的经典名曲 现场没有名鼓剪彩 也没有设宴致辞 纯音乐饗宴 让观众看个过瘾 嘹亮的歌声亮丽的舞台 由北马华人演艺人工会举办 宾州政府首次主催的年度大会演 超过100名艺人呈现890年代经典名曲 无论是动感轻快的 又或者是抒情伤感的 各种曲风都难不倒艺人 让观众听出耳游 从2015年和2016年的 午夜相吻1.0和2.0 到2017年的演艺人 以歌声加油 大水灾关爱行动演唱会 再到2018年的我们不一样 大会演靠着精彩的演出赢得口碑 每一年都吸引大批观众买票捧场 来到今年的莫忘初中大会演 借1500张门票 在演出前的一个月就受庆 名副其实一票难求 要举办这么大型的一个演唱会 不是这个简单的 尤其是我们用Live Band来 让大家感受这个气氛 当我们用Live Band的时候 我们需要很多准备功夫 我们可以说在六个月前就开始做筹备功夫了 那么业队呢 三四个月前就开始排练了 昨晚的这一场演出 没有传统的质子剪彩 名鼓基罗 也没有设厌款待 希望接着纯音乐饗宴 让观众获得最佳的听觉和视觉享受 此外为了响应娱乐不忘公益的初衷 门票收入也全都会捐献给七里香联谊会慈善之家 默望初衷主要是 我们希望把那个演艺人跟慈善团可以结合 那个演艺人最重要是 默望初衷要维持你的本心 你要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上要锐益精进 那慈善事业也是这样 你要努力生根 所以慈善可以跟演艺一起 默望初衷 坚持本心 结合起来可以肩并肩共行的 黄喜光指出 捐献给七里香联谊会慈善之家的管项 将用作丹青家庭援助基金 主要用来开班 让来自丹青家庭的人学习手工 并获得机会经营小生意 协助他们自食其力